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JerryPlus第二季 不是第二季 第二季的部分 我們上禮拜已經去吸完那個高壓純氧 然後今天來運動恢復按摩一下 然後因為我上禮拜二就大概是六天前去騎了北高 我們總共騎了16小時39分33秒 350公里 挑戰成功 其實腳有點疲勞存在 但因為這個計畫重新執行 所以我們現在就開始從吸完高壓 然後肌肉也恢復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態之後 再開始訓練 所以今天就是來做一個運動按摩的恢復這樣 但我的腳其實還是有一些地方蠻疲勞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是看看 啊 看 太痛 看看會有什麼地方 等一下 搶不出滑 看看有什麼地方就是比較嚴重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我現在腳的狀況 太痛了啦 嗨 我是Amber 等待一下騎完了一日北高 很多人沒有想過說 其實在騎車的時候 我們內收的肌群喔 使用的也是非常的多 然後通常呢 靠膝蓋這邊啊 這一片喔 的肌肉群會變比較緊繃 喔喔喔喔喔 你已經看到它在抖了 其實長期騎車下來你的背也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等一下你的背一定會非常的 非常的開心啊 我這個換氣痛到我患到有點頭暈耶 太痛了我強迫自己換氣 對啊不是說騎車就只顧腿喔 因為背的肌群也是會用到很多你撐車啊 或者是你趴著都會 來 我們再吸氣 吐氣 撐車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斜方可能也會很悲傷 我的背真的是 就是回到 結束到這幾天我都還覺得很痛 然後我自己有 好像你現在已經第四天了齁 超過了 第五天 第五天喔 我自己有嘗試著去拔罐 但是還是 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太痛了 我每次就是按完一個點 然後那個 那個點很痠痛一直累積到 就是持續加壓 然後我又要呼吸調整 就是那個砍過了之後 我就覺得喔 我連身又重生了一次 但這個 死亡又馬上又到來 馬上又開始很痛 但我真的每次覺得按完 痛一下然後 又可以重新恢復彈性 這還蠻重要的 就是使用完這些肌群啊 他真的是陪我這樣操勞 可能距離很長 然後我就會 腿很疲勞的 維持的就是可能 一兩天 應該不只喔 應該是一兩週的時間 然後腿都覺得很緊繃這樣 沒什麼空間彈性 沒什麼空間彈性 你還要用力 好痛喔 你這邊右邊怎麼那麼慘啊 你的右邊 好痛快 我們現在呢 進行的就是背部 最主要先幫他把他的豎脊肌放鬆 因為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撐車的動作 不管是這樣 或休息吧 或者是說 你撐著你要撒你要點的時候 其實對於後面的背部來說 他也是一個hold住的狀態 那也會被緊縮到 那有時候我們也會有可能就是 很多人在看風景的時候都是這樣看 喝水你這樣喝 所以就變成是可能 左邊也會比較緊 這也不一定 因為看每個人坐在 你的坐墊上面的位置 其實也會有差別 我有問題就是 我每次在往左邊轉的時候 看得到很後面 可是我往右邊轉 我轉不過去耶 請問你是脖子以上轉不過去還是 就是我覺得是脖子跟背好像都黏住 就是我右邊轉的時候可能會卡住 你一定會卡住啊 因為你現在這個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完全看不到後面耶 就是我往後轉的幅度會不一樣 他一個慣性已經很久 他已經習慣在這個角度 他就還有一個部分可能是 提肩腳肌太緊 所以他才會導致他沒有辦法 那麼轉過去 哇本身都緊啊 他一定又幹了什麼 拿你提齒的事情 這我也不知道 對啊這我也不知道 好痛 你們我現在在攻擊 他現在壓著一下 我現在起飛了 可以拉這麼開是正常的 好那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齁 騎車的部分 我們的手也會去撐 所以其實那個手的肌群喔 也是會很開心的 難怪我想說我都沒有用到手啊 為什麼會這麼痛 怎麼會沒有用到呢 原來是因為騎腳踏車 我想到了我騎完北高最痛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手腕 對對對 我手腕因為這樣一直撐著 然後我就有點沒有辦法這樣彎到很深 因為我可能這個動作太久了 然後我現在這樣 我之前騎完這樣就會痛 但現在已經好啊 啊有時候大家不是有些人會戴手套 可能有戴手套避震的效果就會好一點點 不要衝 這裡跟我這樣也去 被按那種肋肩肌一樣 是敏感 因為你吐到不行 你那時候是什麼原因去按肋肩肌 太喘呼吸 呼吸肌全放不開 會 可是像如果說你是跑者的話 肋肩非常的需要放 真的 我那時候就是肋肩肌太緊 然後緊到呼吸 因為保護你沒太多人 我們現在是按他的胸肌的部分 然後在中間這個肋股跟肋股之間也有小肌肉 因為我們有時候工作的時候 打電腦 趴車 車子的 然後中序 你會一直做一些牙齡的動作 他其實一直這邊一直在動 然後哲瑞比較特別是因為他有跑步 跑步的時候他的手會擺動的時候 他的側線的部分 筋膜的側線也是跟著會拉提 會跟臀部一起連動 所以這邊的肋肩的部分就會被拉扯 所以他其實一根一根也會 小肌肉也會非常的崩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當我們把他這些肋肩的小肌肉 每個都放鬆放鬆放鬆了以後 他的呼吸法就順暢 因為他沒有那麼緊縮沒那麼卡 他就可以拉開了 我可以自己按嗎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每七天搓一下 然後搓個七七四十九天 這個給人家按真的是太敏感 會 會啦會啦我知道 會太用力不敢放鬆 所以你要學會搓 自己要會搓 你會很散帶 我會搓啦 但是 對啊 根本沒有那麼平凡 你看 不然人家幫你你也會哈斯卡西 好 我現在抓一下他的那個前傾角還有兇手路途附近 因為太緊繃了 所以他 他現在是 轉起來還OK 但他想要再多一點 多一點角度 不是因為我騎車的時候都只能看到這邊 然後我這邊轉移過去啊 對 好的我們投地 好 然後後面的指跡再放鬆一點 夭壽喔 這太痛啊 你還有別國的語言嗎 別的別的語言的痛 別國語言的痛沒有了 怎麼可能 我們生活在寶島 至少還會那個 一代 還有什麼 一代 一代 我剛剛講的都不是 我剛剛講的都是錯的 但我想不到 我想不到痛的講話是什麼 好 要過來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覺得這樣就好 因為再按上去太痛了 好 因為他騎完了那個 椅子北高以後 我們這個痛側還是要再幫他放鬆一下 因為雖然主要的肌群還是在吃大腿 股四頭跟大腿的內收肌群 但後側還是會有一點點的緊繃 我們還是要幫他做一些舒緩 終於結束了 那我剛剛按的這個過程中真的是超級 你覺得是精神時光霧欸 你就覺得喔 我們快點結束 然後一直按不完的感覺 可是按完真的鬆蠻多的啊 我覺得我的空間好像要稍微回來一點 我肌肉還OK嗎 OK 還安好 對我都覺得你已經呈現這種畫面 真的是超級痛欸 但是我覺得按完鬆蠻多啊 我每次就是訓練前 不是比賽前或是比賽後 我都會來這邊恢復治療一下 我覺得蠻有效的 接下來我們就即將開始一連串的Jerry Plus訓練啦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慢一點慢一點 我真的有點太癢了 太敏感了 你看平常很少人touch 我現在這個痠痛的感覺就是 對不起我剛剛應該先問說 先生你好 我們之前可能會放胸大肌 我可以碰你的胸嗎 好謝謝